他沒有接受訪問 他就一邊講電話 申請嚴肅的說 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說 那就這樣決定了 他昨天中午有接這個電話 然後之後就沒說什麼話 那個時候就是 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正在 內政部門那邊 正在為了護盾系統 被saving的時候 昨天中午 他接電話之前 江一話到了總統府 去跟馬英九報告 我就是要換江一話了 那換你換名號員啊 其實我相信你講的話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下午三點半 吳敦毅說 他接到總統府打電話來 告知他要換 剛才洪一哥在問說 那李洪元都沒貨嗎 沒貨嗎 有 你有小湯我也有 Piston 好 好 昨天中午江一話 在最後的確認之後呢 他覺得他忍無可忍 他再度進府 去跟馬英九講說 這個人我就是要換的啦 這個我就要換 那馬英九就 也不適可 其實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問題 他雖然他常常不置可否 可是他有什麼都要管 然後最後他就是跟江一話講說 好那你要跟李洪元好好溝通 好消息不要太早走囉 這個是28號才要講的 今天是2月26 李洪元被換是228才要講 壯烈犧牲 為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 受災物 那個洪一哥跟美人姐 今天晚上打開電視機 觀眾朋友現在再轉來轉去 大家都討論李洪元 但是其實馬英九在今天早上2月26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演講 講東海和平倡議 他認為很重要 他要講ADI zone 就是那個防空事業區 他除了東海和平倡議海域之外 他連空域他都要呼籲 也是一個和平的一個區域 他要做這個演講 所以他當然不要在2月26號 他講這個 在晚報才會講嘛 總統呼籲東海和平空域 對不對 要搶版面 對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要跟他好好溝通 不要消息走囉 所以後來傳出說 是中午江一話進府 然後呢 晚上再跟馬英九 在官邸裡面做確認 我跟大家負責任的講 晚上江一話跟馬英九沒有在後面 所以中午就決定了 然後李鴻源就接電話了對不對 他就開始要決定大阪宮了 所以呢 馬英九交代說 這個消息不能走漏 江一話也 那張照片 來看一下 李鴻源這時候是這樣 手上還拿著手機 對 心情不太相似喔 那時候他已經知道了 沒有他當然 所以 鴻一個你講對了 他在想說 我要走 也要讓他 就是說 也要讓他怎樣 日本的東北人喔 也要讓他身上擦兩刀 日本的東北人 我最近看小孩女兒他講說 就算跌倒了 也要抓一把土啦 就算我摔倒了 我不會什麼都沒有啦 所以這時候李鴻源 他的反制的作為就是 好你要換我 那我也要讓你難看 我要把這個消息讓大家知道 然後呢 而且還會講說 其實還沒決定 然後形成一個輿論的壓力 然後大家會去問江一話 會去問總統府 然後可能會改變他們的 最後收回成命 因為我跟大家報告 做最後的挽回 今天的這個內閣改則名單 沒有內政部長 只有科技部的部長張善政 也沒有成為人去接內政部 因為內政部還不會掉 他是後天才要講的 那李鴻源在這個消息走漏之後 連立法院的副院長洪秀柱 他都覺得 都不知道 是不是打電話就任總統府 沒有 沒有 所以這個新聞是李鴻源自己放出去的 自己放出來 應該說是 跟李鴻源比較接近的人 知道這個事情之後 事情就公開了 那公開的用途有兩個 一個是或許可以挽回 第二個呢 那可以刑訴李鴻源是被迫害的形象 我不知道啊 因為這個消息走漏之後到了晚上 所有記者都打電話李鴻源 李鴻源是斬釘截鐵的說 我不知道耶 我不清楚 沒有喔 不知道 然後就有電話發這樣 所以打假的 李鴻源說不知道 所以大家好像空襲警報結束了 假的啦 沒有 可是我秀出不對 繼續查 查到最後10點多的時候 確定他要去職 所以打出了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確定去職 然後所有媒體也都確定去職 確定去職 確定去職之後 才有剛剛美人節的 11點半的行政院的新聞稿 證實他要去職 要不然行政院本來 7點 8點 9點 10點的時候 所以不知道 剛才李鴻源有講 科技部的部長換誰 或許這個商界 或者是說科技界的人會注意 可是一般民眾 對於內政部長被撤換的那個 感覺的那個 會比較強 影響力是會比較大 而且他是被 不想走硬扯下來 那又更大 而且是深夜的記者會 深夜的新聞稿 因為覺得說 過來啊 你又來了一路走來 始終入一有沒有 烏入一 怎麼會這樣呢 對不對 怎麼會一路走來 始終入一呢 因為他要新聞媒體控制 這一次的話 所以他本來就是要換掉他 只是他要把他壓到 2月28號才要公布嘛 他26號先換一個 然後28號才要把李鴻源換掉 對不對 所以今天李鴻源 他講得也很漂亮 他昨天是不是說謊 你們說沒有 對啦 因為上面的長官交代我不要講啊 所以我當然就是說不知道 現在既然都已經證實了 也發新聞稿了 對啊 我沒有不愉快 我覺得這是上上下下 這很正常 高招 就是這樣 所以我在講說 這個階段 他雖然好像輸掉禮子 可是他沒有失掉面子 他的感覺是 他是一個民意度最高的 然後感覺他被換掉的過程 是被很粗魯的對待 是馬江有問題 所以不能讓他聊 其實他們 他們的規劃原本 是要醞釀兩天 就是你看嘛 昨天公布那個護政報告對不對 這兩天江儀化其實會到立法院去接受備詢 那備詢的時候 其實這很容易安排嘛 安排一個黨籍的立委 問一下說 那這個 護政司長負責夠不夠啊 部長要不要負責啊 江儀化只要輕輕回答一句 我負責 李鴻源就怎樣一數嘛 說28號 順理成章 就把它弄掉了嘛 那剛剛那個李鴻源這個消息 因為我昨天下午大概 不到三點鐘 也接到一通電話跟我講說 內閣要改組了 我就問說那到底是不是哪些 他說其實換的幅度還蠻大的 所以如果說這個消息 確實是李鴻源主動洩漏出去 其實他的用意 我覺得他是第二件 第二點就是 剛剛晚上講兩個 有可能兩個原因嘛 一個是說 希望能夠挽回這個局面 另外一個就是說 營造一個他是被 被迫害 被強迫要求下台的這個印象 我覺得應該是後者 那問一下那個潘醫師 這兩個人的憤怒程度不一樣 在精神上面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表現 因為江儀化被這樣子放消息之後 江儀化 他也不爽 他心中也會覺得很憤怒啊 對不對 那這個是因為被這樣對待之後呢 我再給你一個回馬槍之後呢 他也在泄憤 所以這兩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憤怒程度 所以我要講 有時候看到他們的這些言行舉止 甚至連放話這個媒體都要經過計算 我真的覺得 衛君子還不如爭小人 其實他們坐的位置其實是影響到 我們每一天生活的各方面 你說去辦個護證 去辦個身份證 在那邊等等半天 那個小老百姓在哪裡 他們的算計都超乎我們的想像 不是 可是他們都在算計什麼 算計我們的位 算計他們的位置 算計他以後的去處 還有什麼他們的面子 好像他覺得說 我覺得李鴻元 李鴻元可能接到電話那一剎那想的 他完全是想到自己 他絕不會想到我們一般老百姓 跟我們一般老百姓都離很遠啊 所以你看剛剛這個鄭大哥講的 那個算計超乎我們常人 那個心思 可是每天這碗飯還真是不好吃耶 你看那個中間過程 每天都是逗來逗去 你得要敢言直言 可是你又不能敢言直言到 讓對方傷到見骨 或者是脫到褲子都難看了對不對 你要又拿捏 可是你又不能很軟 所以你要有一點 這個肺都會不好 他們的算計你想想 江儀化什麼時候就開始想 這個李鴻元我有什麼地方 可以把它換掉 他要回學校了 他要回學校了 戒掉提滿了 對 那要回學校 我要怎麼對外面釋放訊息呢 安排專訪 你以為那個專訪是人家要他的嗎 當然不是 要繼續安排 對不對 這都是媒體操作嗎 那你覺得李鴻元他不會因應嗎 當然會啊 昨天那個整個下午其實都是因應嘛 而且江儀化在設計這些過程裡面 他還要顧及到說服他的老闆 對不對 因為讓他老闆覺得這個是不能 你要填補 不然沒有辦法管 我覺得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們要找到一個 因為內閣民調都很低 他們要找到一個出口 要有一個人扛責任 今天不好意思操作了半天 就是變成李鴻元要去扛這個 可是這樣不對啊 怎麼會把內閣部長民調最高的換掉 他不管他就是叫他扛嘛 這是停損 這是停損 停損 對 願聞其詳 停損 其實李鴻元有一件事讓江儀化很不錯 好 我們傑銘兄一直都沒有發言 他終於講話了 你再不讓他講話他肺也會不好 因為你剛剛講說換掉李鴻元 是一個停損 願聞其詳 我們把整個內容整個評估起來 他其實江儀正在執行兩件事情 一件事要停損 因為那個這次互證事件 其實李鴻元他所牽扯的責任是相對小 是當時在決定先軟硬分開買的時候的問題 那個是江儀化 對 那是江儀化 因為我們在 我也曾經有在這個網路公司上班過 通常我們對我們的這些企業主 一定是提出軟體的這個報告吃完之後 相對應我要什麼硬體規格 那因為我知道這個 我知道你的需求多大 跑的這個伺服器 就是我們說的伺服器 需要多大的能量 還有儲存多久的備份 我一定告訴你這個規格 然後呢 那個企業家 企業主也問我說 那用哪個品牌會比較適合 所以我會提供你一些資料 沒有 不可能說你去跑去買個硬體 比如說我的匯服比較好 結果你拿的是華碩的 他說這兩個我設計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那時候誰決定這麼愚蠢的事情 是江儀化 所以江儀化是政治逼 他不懂得這軟體 那現在搞得結果是軟體設計的 出來這個硬體完全不合 這關體紅原什麼事情 這問題解決了沒有 現在訊息顯示 這問題恐怕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那麼張相 舊的系統可不可以 舊的系統已經下線了 他已經 而且最麻煩的事情 竟然還用新的資料去掩蓋舊的資料 舊的資料 一般我們會要求說我的舊資料 會另外再做一個軟體 做個介面 你還可以讀取舊的資料 但我新的資料會放在這邊 然後這邊會用另外的軟體來串連 但是現在不是 因為你是已經把硬體 關了買完了 所以它舊資料全部關掉這個硬體規格 這個硬體它沒有 一下它承受 你要不要忘記了 當時為什麼要把護震 整個系統重新更換 就是因為被載能量不夠 你能想像一件事嗎 因為被載能量不夠 所以才換機器 換完機器之後 發現被載能量比之前更不夠 請問要這誰的責任 這跟李鴻爺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是江儀化 這事情炒到最後江儀化要不要承受 江儀化是有想要往上位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在看它這個過程 裡面還有一個